我们立刻就是要跟体育资深专业主播刘善群来连线 善群我们想知道 在这次我们看到大陆的金牌数这么高 目前他已经连续两天了都是去守卫 接下来的赛事里面 那么究竟还有哪一些你会觉得 特别值得关注的拼搏亮点 特别在今天的赛事里 今天一大早在日本的东京湾 就一项非常特别的叫做马拉松游泳的比赛 这项比赛来自德国的选手维尔布罗克 他在比赛当中展现了超惊人的 他的速度跟耐力 他也一小时48分33秒的快速成绩赢得了金牌 而且在全程13趟当中 他有12趟都是维持第一名 而维尔布罗克他获得金牌之后 也成为游泳史上第一位在世界锦标赛 跟奥运会都在游泳马拉松拿到金牌的选手 这项比赛是在台北时间今天凌晨的5点30分举行 举下的地点是在东京湾的台厂滨海公园 当时的气温已经高达摄氏27度 再加上湿度有80% 因此体感温度大约是32度 在这样的公开水域里头 比赛内有空调又有恒温水温的比赛 对选手体能耐力都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在比赛中26位选手只有24位选手完成全程 其他两位退出比赛 其中有一位还被送到医院来救治 而在这项比赛我们看到威尔布劳克 他游出了一小时48分33秒的成绩 为什么说优秀呢 因为在公开水域的比赛 他在水流风向方面的世界的奥运比赛 因为这项比赛是从2008年的 北京奥运才开始设置的比赛 他在比赛当中 他创下了世界奥运以来 最好的一项成绩 但是因为场地不同 风向不同 水温不同 所以只能说是最好成绩 而这项比赛 威尔布劳克另外一个表现 就是他除了在世外游战之外 其实他在室内的1500公尺自由式 也拿到了铜牌 表现是非常的出色 是 赛群 那今天好像又出现了两连霸夺金的记录 是不是 而且是属于美国的男子选手 对 在田亭场上 我们前几天看到的跨栏 跟三级跳远都出现世界纪录 今天在投资项目 这位美国选手克老史 他是现任的世界纪录 跟奥运纪录的保持人 他在比赛当中最大的对手就是他自己 他不断地向记录来挑战 第一次投资就值出了22公尺83的成绩 打破了由他自己在上一届里约奥运创下的 22公尺52的奥运记录 后面的5次投资 他不断地向记录来挑战 第三次投资把奥运记录推进到22公尺96 而在最后一次投资 他要向自己在6月底创下的23公尺37的世界纪录来挑战 当他投资出去的时候 千球一落下 正好超越了世界纪录的标示线 全场一阵环呼 但是经过精密的测量 结果仅仅差了7公分 非常的可惜 但是他连续打破了三次奥运记录表现可圈可点 他在赛后表示 他将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寻求三连半 而他克老史身高有201公分 体重145公斤 来自于一个标准的三铁家庭 爸爸曾经代表美国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铁饼比赛 他的叔叔参加了1988年汉城奥运 跟1992年巴塞隆纳奥运会的标枪比赛 而他的堂兄弟也都是标枪选手 所以说是标准的三铁家庭 但是他那么高壮 但是速度和他的弹性都很不错 100公尺跳远都有好成绩 但是他在美式足球以及篮球也都打得非常好 甚至NFL美式足球的 伊迪安拿破里斯的小牛队 甚至想跟他签约 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求了在签球座发展 除了体能方面 他读书也读得非常好 他用一年的时间就在奥斯丁的德州大学 拿到了财经硕士 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斜杠青年 真的是一个全能王 那随着东京奥运距离尾声越来越接近了 是不是现在很多场赛事都是进入了金牌大战 明天你的看点会在哪里 明天将进入倒数第三天的比赛 很多决赛要开始 首先大家关注的是 女子足球的冠军赛将由加拿大出战瑞典 另外在女子的曲棍球决赛 也将由荷兰跟阿登帖来进行角逐后座 至于在大家关心的桌球比赛 男子团体赛的金牌战将由中国大陆出战德国队 另外最赏心悦目的一项比赛就是女子的韵律体操 也将在明天全面登场 一起期待明天这些金牌大战最终的结果 非常谢谢善群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